我是B97106007的蔡世德 然後我要負責的部分是歷史背景的部分 他分成這三個時期 然後那就是我就從一開始開始講 他大概就是分成這三個時期 然後我這時代是指古羅馬在前753年到509年這個時期 然後此時他還沒有成為就是強大的帝國 只不過是就是形式上像是小鎮這樣 並沒有建立所謂的共和國 是一個傳統的君主制的國家 然後在509年的時候那個最後一位國王就是暴虐無道 所以被憤怒的羅馬人趕走 然後到509年的時候王政時代結束 然後他們有選舉出兩位執政官 然後建立起由羅馬貴族掌權的羅馬共和國 然後所以共和國就是開始 共和時期開始這樣 然後共和時期的時候內戰多 然後就是內戰主要就是 反正就是那時候內戰很多 然後就是最後的最後是烏大偉出來就是 就是結束這個內戰的部分 然後他統治羅馬之後就是被封為什麼奧古斯都皇帝 然後然後呢就是在奧古斯都皇帝就是之後 就是他的兒子他的養子就是繼位 然後開始帝國時代 然後帝國時代有分前期跟後期 然後前期是大約前兩半年的時候 那個就是和平的是平靜的 可是在後來兩百年之後 就是內憂外患的狀況是很嚴重的 然後呢我要講到那個 嗯 然後嗯 在就是在戲院前兩百年 就是王正時代的時候 就是羅馬人是被那個 嗯 是有受到外族而統治的 然後他們的那個戲劇跟文化 就是有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然後那個統治他們的那個民族叫 Et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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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然後有受到他們那個 他們的戲叫 Certuria 然後 嗯 那他們的戲劇就是 原本羅馬傳統的戲劇有 嗯 像仿劇亞劇那個 後來待會會再做上一些介紹 然後 因為在那個 戲院前兩百四十年的時候 都有那個 Liv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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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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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是一個希臘人 然後他有大量的影響 而且搬演古希臘的戲劇 然後使得古羅馬進入了 就是改編和 防 古希臘戲劇的 就是 時期 然後 嗯 這五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那接下來會報告那個戲劇劇種的部分 就是大致先簡單報告一下劇種 然後劇種簡單就是會有 當然會有它的喜劇跟悲劇 那喜劇的部分呢 它簡單有分成這兩種 就是長袍劇跟長服劇 那後面有那個英文意思 前面那個Fabula它都是劇本的意思 然後後面就是 然後長袍劇啊 它主要是以希臘劇本作為改編 就是像剛剛那個 剛剛小師提到的那個Andronics 它 對啊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通常是以希臘劇本為改編 然後通常它的主要主角人物 會是以中產家庭的人物為主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呢 它就是以羅馬自己本身本國的 題材作為元素 然後再繼續書寫下去 那羅馬的喜劇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 它會演習的剛剛上課 講到那個新喜劇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在政治方面的東西 它並不會太濃厚 而是比較著重在平民生活的 平民人物的這一塊 對 那它的喜劇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 它幾乎的角色人物都是一個比較 類型的人物 所以類型的人物就是 像剛剛講的 比如說像新喜劇 它就可能會有那個奴隸啊 主人啊 就是比較這種類型式的人物 那所以在服裝上面 甚至在面具上面 都是以比較類型化的方式來處理 對 那這是它羅馬喜劇的特色 然後在悲劇的話 它主要分為這兩種 兩邪劇跟官服劇 那一樣 它喜劇跟悲劇 都是有從希臘題材作為改編 以及以羅馬本國文化作為題材的 這兩種去作為區分 那喜劇跟悲劇的部分 在這邊並不會講太多 因為等一下會介紹喜劇跟悲劇的作家 那我主要是要介紹其他下面的劇種 第一個亞提拉鬧 就是羅馬呢 他自己本身的文化裡面 它有幾種劇種是比較受歡迎 也就是亞提拉鬧劇 方劇以及末劇的部分 那我會一一做介紹 然後亞提拉鬧劇呢 它算是 古羅馬最古老的戲劇形式之一的一種 一種戲劇類種 那它主要是來自於羅馬的 就是亞提拉地區的文化這樣子 然後故事內容 它多半會諷刺時事的部分 然後 一樣 它的角色人物 會有一個固定的類型存在 那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這四種 馬西阿斯 不可 巴布斯 跟多斯 多斯 多斯 反正英文就在那邊 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第一個馬西阿斯呢 他就是笨小丑跟傻瓜 然後 不可就是貪吃鬼 就是愛夾 然後 愛吹牛的人 那巴布斯就是比較是老頭子的部分 然後通常是一個智商不太高明的白痴 然後多斯奴斯呢通常就是擔任騙子的部分 那這大概是他們那時候的面具的形式 就是他們一樣 就是我講 剛剛講那個喜劇那種類型化的部分 包括他們面具 包括他們的服裝 都是比較類 就是 一個固定的模種啊 就是你一眼哪一個 你就是會帶類似哪一種的 對 那 呃 這個有大 等一下 你現在的固定上面的 這些是 小太蘭道具的 合理嗎 欸 只有 只有這一個 是 那另外一個 會提到的東西 這個是我 昨天叫稿的時候 沒有把他刪掉的 對啦 就這一個 這一個是那個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那個笨小丑 笨小丑的這個 傻瓜這個 馬西亞斯 對 那接下來就講到優劇跟 呃 方劇的部分 方劇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優劇 那也就是 邁的部分 那他比較重要幾個特點啊 是在於 我第一個先不要講 就是他在古羅馬時期 他其實是相當有名的一種劇種 那他題材啊 主要是來自於 古希臘跟古羅馬的神話故事 作為改編內容 呃 作為改編的題材 然後再繼續 呃發展下去 那比較一個最大的特點是 他跟希臘不一樣的部分 在於 呃這時候不會只有男性演員 女性演員也開始參與演出 那 呃他也是最早開始使用女演員的部分 那即使是如此 但是男性演員其實還是佔市場的大宗 那女性演員其實並不多啦 然後呃 呃 呃 形式的主要一個特點是 他算是一個即興演出的模式 然後他非常重音樂跟舞蹈的部分 演員啊 他不會戴面具 就是 呃部分 部分 對 部分不戴面具 但他就是有 沒有戴面具的開始 呃 也不是開始啊 不要講開始 就是有不戴面具的部分 就對了 然後呃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是 他後來啊 他其實被拒絕 進入就是一個比較是 公 呃 我不太曉得這個形容詞對不對 就是公開的場合 就是 上面所寫的這種公會部分 就是比較 難登入大雅之堂 因為他其實被證據認為是不入流 這所謂證據是指喜劇跟悲劇的部分 對 好 那接下來講到下一個劇種是那個雅劇跟墨劇 就是Pentomine的部分 那Pentomine跟Mine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在於 他其實只有一個演員作為劇中的所有 就是他會扮演劇中的所有角色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是因為 呃 另外一個特點是在於他的演員並不會講話 對 因為 他只會講稀少的話 基本上不講話 因為講話會太忙 就是他要演太多的角色 比如說他演吵架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就會講太多話啦 然後演員會太累 所以就是 呃 基本上以不講話為主 然後他以戴面具 就是換面具的方式 作為角色切換的部分 那 呃 在這種語言被抽掉的部分 就會特別注重演員的肢體 以及 對 就是肢體 他必須要以肢體去吸引觀眾 所以他在表演部分呢 他主要會肢體搭配音樂 那另外啊 他也會有歌舞隊 對 然後主要不講話 是主要不講話 但也不是都不講話 然後他的題材內容啊 也是大致取自於神話故事裡面 我還是要打比較的教 然後受歡迎的時候 對 摸去 比較受統治階層的喜愛 然後這個劇種呢 他也延續到多羅馬帝國的部分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 呃 剛剛是講就是比較劇種部分 那另外一個比較呃 受大家歡迎的在於娛樂這一塊 古羅馬時期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 呃 競技活動的產生 包括說他們在會 在固有的劇場裡面 放人獸鬥啦 或者是鬥水船啦 或者是鬥車站啦 馬賽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娛樂 馬哈賽馬 賽馬那種 就是其實羅馬人民 其實滿喜歡這種刺激 然後帶給他們刺激的一個活動 所以娛樂對他們來講 也算是一個 對他們來講是滿吸引 跟滿受歡迎的一種 呃 對啦 表演模式 對 那我的報告就這邊 呃 呃 呃 我是105集的 楊凱婷 然後我要報告的部分 是古羅馬的喜劇作家 是叫做普勞圖斯 呃 這是他的名字 然後 這就是他長的樣子 好 然後 呃 普勞圖斯啊 他 呃 因為在他之前的劇作家的喜劇作品 都 逸師了 所以他是古羅馬 第一位有完整作品傳世的喜劇作家 呃 喜劇作品呢 他的喜劇作品 多是從 古希臘的新喜劇改編而成 然後是以本土居民的生活為題材 來編寫成喜劇 那 他的故事情節就是大多是在講家庭啊 或是個人日常生活的這個部分 那他在改編希臘戲劇的同時呢 還會大大的增加劇本中的笑鬧跟滑稽元素 有時候還會讓演員跟觀眾對話 讓整齣戲的情節更加活潑 呃 那過程中他的金子到最後就是不見了 所以他就是 不見的時候他很著急 所以他就是 情急之下就是有問觀眾說 呃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金子 就是 呃你們為什麼要笑我 我覺得我很愚蠢嗎 之類的這種對話 就是有跟觀眾互動到 那 他 呃普勞圖斯他的喜劇著作 也常運用一些 寄謀的成分在裡面 那 寄謀喜劇的基本故事題材 大多是在說 一名男子愛上了 某位 呃可能大老闆家中的伴妓啊 就是妓女這樣 然後 男子可能沒錢替他俗身 或是 呃過程中又有其他的對手出來 攪局之類的 然後呃這時候他身旁可能就會有聰明的仆人啊 或是努力來幫他想出一些妙技 幫忙解決這些難題 然後進而會有圓滿的結局 那 寄謀喜劇的基本情節差不多是這樣 可是 具體的情節安排會不太一樣 譬如他其中有一本劇本叫做《凶宅》 就是呃講的就是裡面有個少主人 在他的父親外出的時候 呃因為花錢踢個寄女俗身 然後可能每天就是喝酒做樂這樣子 但是後來他的父親卻回來了 呃這時候他就是很害怕他的父親發現 那他的 他那邊剛好就 呃不是剛好 就是有個奴隸 幫他就是 呃想出一些妙計啊 可能就是用一些 呃隱瞞欺騙的方式 喔 你劇本看的就是看的 你劇本的看就是沒看 喔我有看 那你看 你知道你看到什麼東西 呃他就那個奴隸就是 呃用了一些 呃欺騙的方式 幫他的那個 幫那個少主 就是他 呃那個 他的那個父親回來之後 就是 那個奴隸就是怕他 呃跟他那個少主人怕他父親發現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是那個奴隸就是叫那個主人躲在家裡面 還有跟他一起飲酒做樂的朋友都躲在家裡面 然後 然後 也都不要出來硬門 然後那個奴隸就是騙那個父親說 呃就是這個房子 現在 就是裡面有一間 就是有兇殺案 所以他現在是 一個兇宅 叫他不要去碰 這樣子會有不好的事情惹上身 可是後來 他的父親卻碰到了賣他們這間房子的人 就是發現說這些都是騙局 呃奴隸就 就又想出另一個辦法就是說 要騙他說 呃就是 其實那個少主人跟其他人高利貸借了錢 就是買了他隔壁房間更大一間房子 然後為他們以後的家產做規劃什麼的 那 呃那個父親就很開心 可是 後來 就也是被戳破了 對 然後 後來就是 呃也是那個少主人的朋友出來替那個奴隸解圍 然後就是告訴他說 呃他會幫忙他 他他們負擔那些他們之前用光那些錢 就是希望那個父親不要生氣 所以導致後來父親就是沒有生他們氣 說好好好 那我就放過你們這樣 然後這就是結尾 嗯 然後 呃 呃 然後 呃普勞圖斯他的 故事主要是以小人物為要角 個性通常是貪財好色 自私自利 呃像 一盤金子裡面呃發現錢的那個老人就是屬於這個自私自利的部分 因為他就是一心一意想 只想把他那個錢藏起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然後 還有膽小怕事啊 或是欺騙隱瞞 就是屬於兇宅這本劇本裡面的呃人物裡面的部分 然後他們的身份 然後他們的身份可能就是軍人 旅人 仆人 或是努力 那其中以仆人或是努力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 時常他們就是靠著一些機制幫助他們的主人化解難題 然後 普勞圖斯也對羅馬的喜劇進行了一項改革 就是把歌隊的部分刪除 然後把這些 呃原本用在歌隊的音樂分散到全劇裡面 讓呃 所以他的 劇作裡面的台詞演出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音樂的伴奏 呃 就會有音樂的伴奏 嗯 那在普勞圖斯去世之後 因為他的名聲是非常大的 所以 呃 呃 在公元前三世紀前 共有130部多的作品說 都是流傳都是他寫的 那因為後來古羅馬的學者瓦羅 就對這些作品進行真偽的研究後 發現 呃 確認其中的21部著作 才是出自於他的 他的 他的隻手寫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 包括我剛剛提的 《一潭錦子》跟 《雄宅》這樣子 嗯 我的報告到這裡 好 今天到這邊 謝謝